早上啦,那我們第一件事要做什麼重要的事情? 吃早餐囉! 好啦,我們接下來要啟程囉! 我們散步的第一站是哪裡呢? 我們來到了國寶松江城 在我身後的就是在400年前建立了松江城還有開拓整個松江地區的絕尾集情 松江城算是個觀光景點,但是所拜訪的人並沒有那麼多,所以我覺得可以悠行的逛逛看看 這裡就是松江城的天守閣了 我們現在在松江城天守閣的裡面,然後這裡是地下一樓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就是我們剛在外面看到的城牆 松江城會不會指定國寶一個關鍵就是這個祈禱牌 那因為它上面有寫上建立時候的年份,所以就確立了松江城400年度歷史 大家那是真的還假的? 那是複製品,因為真的太珍貴了,一年只能展示60天喔 松江城,除了城市本身以外,還有很多歷史文物給大家參觀 我覺得松江城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裡面的每一層都可以參觀,而且它有放置不同說明的重點,然後讓你可以體驗一下 我們看完城牆,現在要走囉 我們現在來到明明達,要來泡床 松平不媚公啊是統治松江城過的一個城主 大概是把茶湯文化帶到松江市的大工程 松平不媚公啊在1779年的時候呢 依照它的喜好建造這個茶室 所以呢,它可以在這邊開茶會招待賓客 我們現在要進去體驗茶湯的文化 我們現在進到這個茶室最重要的區域就是這一區 那客人一來的時候要先拜見這邊的花 然後接下來再拜見這邊的茶具 這個傳統的甜點啊,也是這邊的不媚公 她自己在看了油菜花之後 然後有感而霸所製作的 然後你把這個啊,放到反這個紙上面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原本的那個餐具 反還給主人了 那我們喝茶的時候有優先順序 首先要跟你右邊的人說是 跟你寫得很開心 要跟你左邊的人說 就是,我先喝囉 那我們現在示範這個轉兩次的動作啊 因為主人在把茶給你的時候 他會把正面對陣 所以呢,你要再轉回去給他 那我們喝的時候呢 要奔三次喝 然後最後如果喝完第三口還有剩的話 會用西的 那記得茶具要放出去的時候 要超過這個界線 他才會收起來 那我們體驗完了 我接下來要去下一個地方啦 可能就是復健科 整骨院 我們現在要來吃季節限定 只有1月到3月螃蟹季才有的中餐 蟹小屋 螃蟹小屋 讚啦 那我們食材從這邊領取之後呢 放在盤上 然後等一下拿到那邊去結帳 這是有蟹餃的味噌 鮮甜 哇 海味爆發 那我們吃飽中餐 接下來就去下一站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是九丈澳出營交流館 這邊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然後還有得過獎的酒 香氣過後繼續出發 看一下這個休息站招待的酒場饅頭 好 嘿咦 來囉 喔 這是包紅豆耶 我們坐了好幾個小時 終於到了 午餐站 我們完成check in了 然後現在要去放行然後去吃飯 剛剛稍微擺一下行李之後 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 那等一下飯店的介紹 我們晚點來介紹給大家 今天晚上的餐廳 我們走路就可以抵達了 晚上的餐廳啊 是屬於非常日式的洋食店 這邊有蛋包飯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豬排飯喔 預備 看喔 我點的是多蜜豬排蛋包飯 它的份量超大的喔 差一點番茄醬 這個吃起來蠻家常的 有一種媽媽味道的感覺 很溫馨耶 這家的炸豬排配的醬 蠻特別的是多蜜醬 一種來自法國的醬汁 這多蜜醬吃起來就是甜甜的 然後一點點微微的酸味 跟豬排還蠻大的 那我們吃飽飯之後呢 就要在城市的周遭晃晃啦 我們從圓艇走到Rose Road 感覺這條街上面 就是很多很有氣氛的小店喔 我們逛著逛著來到了福山站 然後這個站呢 其實規模還蠻大的 雖然東京也有 不過我們還是買了 東橋最愛的 Mannequin Waffle 請問一下福山的食尚是什麼 Jordano 車站一口一出來就是一個城市耶 那我們走回飯店囉 接下來幫大家開箱飯店啦 這個飯店啊去年才剛開過 然後感覺非常的穩情 還有氣氛 它的這個鑰匙 給的做得也非常做工精緻 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黃號 我們這次入住的是七樓 然後可以看到啊 它這邊有一個七的標誌 跟它有設計感 跟它有設計感 它這個房間啊 真的處處有巧思 你看它全身進去鑽一個 這個洞啊 然後接了一個非常工業風的燈泡 然後下面還有一句 看起來像隔夜的一些 Be Good Do Good 晚上開夜燈的感覺 也是蠻穩心的 舒適的 那像這一區的設計呢 就是以黑色跟一些淺色 像是米色或白色做對比 它連房間裡面啊 放房屋的一些相關規定 這個本子啊 也一樣是用這種 看起來非常有質感的木板 這裡啊 雖然房間不大 但是呢 就是床頭前啊 有非常非常大的電視 讓你可以懶惰的 躺在床上看電視 休息 這家店的一樓 還有複合包跟咖啡廳 帶大家下去喝喝看 這是讓人目眩神迷的這個 Welcome Drink 我點的是Mojito的調酒 以上就是西日本五日遊的第四天啊 我是寶寶 我是寶寶 大家下次見 掰掰 超級一個人 觀眾朋友 然後 有誠哪 但是 那對 出 一 一